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一谈 2020根子年 我今天不想谈世界大事 国家大事 因为你任何观点 肯定有很多人踩你的 这个世界不太平 人心也不得安宁 我今天就是想谈一谈人心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待在家里 通过手机和这个世界发生联系 身体不自由了 但是我们的灵魂很自由 手没闲着 心也没有闲着 所有人都变成了政治家 科学家 你打开你的微信圈 朋友圈 你看看大事小事 国内国际的 每个人都在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吗 自由的代价就是 各种虚假消息 瞒天飞 各种带观点的文章 到处发 逃都逃不掉 我觉得我没有自由了 我反而困在里面了 有些内容 完全毫无逻辑 毫无科学 但是呢 他照样狂轰滥炸 如果你的心理强大 地命好 你看一看 一笑了之 就罢了 如果你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管不住自己的手 你非要发表观点 对不起 那肯定有人站出来 批评你了 因为好多东西 它不是数学 它也不是科学 这种东西呢 都是够有够的观点 但是很多人 他就喜欢道德绑架 巴黎一顿臭骂 甚至人身攻击 非常热闹 拿我自己来说吧 我就退出了 多年的同学纯 还有同事 还有老乡纯 亲友纯呢 那没办法退 那都是血肉相连 那是实打实的亲戚 父母 姐妹 兄弟 那没办法退 但是尽量少说话 因为我听很多朋友说 一言不合 他们兄弟姐妹之间 打架 吵架的 夫妻反目的 我是不明白 为什么现在 一个观点 比亲情 友情和爱情 更重要了呢 要怪 就怪这个2020年 这个年份不好 今年啊 除了容易失业 容易失学 你还更有可能 容易失去朋友 甚至你的亲人 也有你们的观点不一样 而你们从此陷入了 尴尬 好笑吧 但是我笑不出来 我决定啊 再这样下去啊 人会抑郁的 所以我待在家里 饿是饿不死的 但是被气死 那就不划算了 我有几条建议 第一条 软泥泥的微信 和朋友圈 别再刷手机了 所谓眼不见 心不烦 少发铁 少发炎 潜水 甚至退唇 第二呢 加强自身的修养 多看书 多学习 提高自己的技能 说不定2021年 你找了一份 更好的工作 有一个更好的机会 还有呢 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吃好 喝好 睡好 去户外 活动活动 走一走 锻炼身体 带好玩 看好狗 别扯了些没用的 或者像我一样 摸索摸索 学习学习新的东西 看我最近 就是在摸索 上视频 做视频 玩一玩 打发时间 挺有意思的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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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